Hello 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在上一部分呢讲到了 是什么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些限定 当我们能够看到这些限定的时候 那我们接下来该如何去做改变呢 我相信在关系当中去做改变 是一种最快速的成长的方式 也是可以在这个关系当中去得到疗愈的 有时候我们会自己去学习 自己去看书 然后自己去琢磨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些情绪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模式 或者是我为什么会导致这么糟糕的人际关系 我为什么会活得如此的痛苦 我们通常会说 你在这个思考的过程当中当然是非常好的 但它好像是在跟自己玩 而更高级的玩法呢 是跟人玩 跟人打交道 甚至于跟高手玩 或者是跟比你水平更高的 格局更大的 或者是能量更强的这些人 你跟他一起玩的时候 你会从他身上获得非常多的 扩展你以前的这样的一些思维 局限的这些知识 包括这样的一些情感 甚至也从他那里获得很多的支持 鼓励 我觉得这些部分可能都是可以 让我们在关系当中疗愈 并且获得快速成长的一种方式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捷径 但是关系它本身是非常不容易去维持 或者是非常不容易去深入的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这堂课 想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答案 或者是一把钥匙吧 通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可以去看见自己 看见别人 看见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那今天我们会首先讲 就是我们在关系当中呢 通常会使用一种方式 叫做情感隔离 那情感隔离 我相信在亲密关系当中 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种冷暴力 而这样的一种冷暴力 会让我们感觉到被拒绝 非常的挫败 然后在关系当中呢 虽然好像我拥有这段关系 但它并不能够滋养我 也让我感觉到 我好像有一个爱人 但是我没有感觉到被爱 我感觉到非常的孤独 然后甚至于觉得 在这个孤独中感受到一种绝望 所以呢 情感隔离 它会让我们感觉到 在这个关系当中 我们被一种冷暴力了 这种暴力其实是一种无形的 具有非常强烈杀伤力的暴力 而且这种暴力 有时候会让我们有着 一种想要自杀的这种感觉 所以它的杀伤力是蛮大的 那通常呢 使用这种情感隔离啊 我们有三种方式去隔离 我画了一个图 那这个图呢 就是一个女性 她把自己呢 放在了这样的一个圈里面 我想到了这个 一个玻璃罩子 那在这个玻璃罩子里面呢 它会去跟外部的世界 进行一个隔离 那通常我们会用一种 隔离事实的方式 去让我们不要去体会 那种痛苦的感受 比如说这件事情 明明发生了 但是呢 我就当作视而不见 有我 有一个女性的来访者 她呢 就是是一个 已经离异的 40岁的一个中年女性 那她遇到了一个 好像是一个博士 然后呢 又非常非常的多金 就是她事业上 也非常的成功 是一个金融方面的 一个成功人士 这是这个男士给她描述的啊 然后这个男士呢 对她也是非常非常的照顾的 在情感上也给了她 好像很多的满足 经常会嘘寒问暖 那她呢 就觉得她好不容易 遇到了真爱 但是后来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男士总是以各种的理由 找她借钱 然后要用做生意上的周转等等 那这个女士呢 也是非常的 就是很珍惜这段情感了 所以就把自己的这个钱呢 就借给了这个男士 那男士就会说 我过段时间还给你 但是她总是会拖延 总是没有还 那这个借的这个钱呢 越来越多 以至于让这位女士呢 也会非常的不堪重负了 她其实 她自己也没有工作 她之前呢 也是靠她前任的这个离婚之后呢 获得了一部分的财富 所以说当她不断的去借这个钱 然后这个钱按照答应的日期 没有还回来的时候呢 她内心有了一些疑问 但是呢 当她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呢 她就马上隔离掉这个事实 她不相信这个人可能是一个骗子 所以呢 这就是一种 因为我被骗了 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的感受 首先我会自责 我怎么这么愚蠢 然后我会有自我的否定 另外呢 就是会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而以前的那样的一些美好的情感啊 都是一些幻想 所以那样的一个梦就被破碎了 这样的一些感觉是非常痛苦的 所以她就会去隔离这个事实 不太相信这个事实 这个骗子会出现在我的身边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去隔离这样的想法 比如说 我明明知道这个事情会很糟糕 但是呢 我就不去想它 我不去思考它 我当做这个事情完全没有发生 这是一种隔离想法 就是我不要去思考它 甚至于旁边的人去跟我提醒啊 你要去小心一点啊 这个可能会有一些陷阱 等等 那我就去转移它 我不去思考当下的这件事情 那其实我们最常用的是隔离情感 隔离感受的方式 就是比如在这个时候 我明明应该很愤怒啊 它对我就是非常的不尊重 我应该是非常愤怒的 我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呢 我为什么不敢去表达这个愤怒呢 我不敢在这个权威面前 表现的非常的愤怒 我反而用一种反向的 我对它更加的避光避近 然后我对它更加的卑微 然后我更加对它很讨好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是把那样的一个愤怒的感觉 其实是隔离掉了 那还有呢就是会隔离掉悲伤 也会隔离到这种羞耻的感觉 比如说你这个孩子在学校受到了这种霸凌 然后呢他感觉到他被人欺负 他自己非常的脆弱 他觉得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是非常具有羞辱性的 那他会把这样的一些感到羞耻的这种感受呢 就把它隔离掉 他其实会觉得啊没有所谓 这件事情其实是无所谓的 所以这个过程呢就是有三种隔离的方式 那我们看一看啊在成年人当中呢 他们是怎么进行这个人际互动的 那通常我们每个人内在呢都有一个父母的自我 就是我们父母内化的这样的一个 他是严苛的自我 就是非常严厉的爸爸妈妈 还是一个温和的爸爸妈妈 是非常包容的爸爸妈妈 还是支持鼓励性的爸爸妈妈 还是一个非常卑微的讨好的爸爸妈妈 所以我们的人生模板 从最初的时候 我们的父母那里就已经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模板 也就是我们父母 他们是怎么相处的 他们是怎么对待我们的父母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会让我们形成一个父母自我的形象 他就会内化在我们心里面 那我们如果有一个支持性的父母 所以在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父母的声音出来说 你不用怕 其实没什么的 会有人为你兜底的 就算失败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变得更勇敢 敢于去更更敢于去尝试 那我们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 还会形成一个成人的自我 也就是从这个孩童的自我 慢慢慢慢发展成一个成人的自我 这个成人的自我就是敢于去负责任 敢于去冒险 可以有能力去照顾他人 也可以去安抚自己 这是一个成人的自我 那其实我们每个人 其实都保留着那个孩童的自我 就是我小时候如何是被照顾的 我是一个受欢迎的小孩吗 我是一个就是自我感觉非常优秀的小孩吗 我是一个顽皮的小孩吗 我是一个可以去自由的去表达 可以去容许自己有时候有一些放纵 有一些就是宠爱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小孩吗 所以我们内在就有三个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自我 那在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进行深度的交往 他们开始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 他们会用这三个不同的自我进行一些交互 或者是进行一些交流 那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女性 她会有非常母性的这个部分 她非常强烈的想去照顾别人的这个部分 那这就是她的一个父母自我 她找了一个妈宝男 这个妈宝男她更多的呈现的是她的一个孩童自我 所以在这里就会有一个关系配对 就是这个女性妻子非常愿意去照顾这个丈夫 然后她所有的事情她都大包大揽 所有的家里的这些事情都是她一个人去扛 她的丈夫呢好像就是一个被溺爱的孩子 这样的一个关系呢 他们最初可能是非常配合的 因为这两个人这个五步呢也是非常协调的 但是当这个女性呢 她慢慢的她发现她扛不住了 她开始有很多很多的无力感的时候 她就很希望这个男人能够成长起来 有这个成人的部分 可以支持到她 可以去支撑这个家庭 那这个时候这个关系就开始变得不平衡了 而这个女性呢 她就开始对这个男性有很多的抱怨 说啊你是一个妈宝男 你为什么这也不行呢也不行 所以这个男性呢 他如果不能够快速的成长起来 不能够去尖挑这个重任的时候 这两个人就会出现非常大的矛盾 那只有健康的关系呢 使他们就是在这三个部分都是非常平衡的 他既可以有这个父母自我的部分 可以照顾到这个男性孩童的部分 他可以得到满足 另外呢他又可以发展出成人的自我 然后可以去承担这个家庭的责任 包括他作为一个妻子 作为一个母亲的这个功能 那同时呢他也是一个非常 可以去游戏 可以允许自己可以去享受生活 甚至于有时候也可以容许自己去摆烂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在这个孩童的部分 他也是可以啊 就是允许他出来的 这样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个人呢 是非常有意思的 非常有趣的 我们也很愿意去跟他在一起玩 因为这个人很好玩 很有趣 甚至于还是有一些天真的部分的 那这三个部分整合在一个人内在 他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 非常具有灵动性的 非常丰满的一个人 那如果说他只是单纯的一个 只有父母自我 他不断的去付出 就在这个家庭里面 他只有一个母亲的角色 然后这个男性呢 实际上他对这个女性是有一些害怕的 有一些敬畏的 那实际上他们两个人的距离是很远的 他们很难去真正的发生亲密 因为我们知道啊 就是这个真正的亲密 包括情感上的亲密和身体上的亲密 而在身体上的亲密 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融合的感觉 其实是两个成人自我之间 才能够真实发生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需要把这三个部分 首先要去看见他 然后呢 我们要去发展他 这三个部分其实都是不可或缺的 但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女性 他有父母自我的这个部分啊 如果这个男性他也有一个父亲的这个形象 比如说老少配 这个男性呢 年龄比这个女性呢 要大个十多岁 所以他们从进入这个亲密关系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发现啊 这个女性呢 他就保留了这个孩童自我的部分 他很需要这个男性去照顾他 很需要他去安抚他的情绪 因为他没有发展出这个成人自我的这个部分 他没有办法去安抚自己的情绪 包括遇到挫折 遇到风浪的时候 他也没办法去解决 所以他对于这个父亲的这个 以父亲形象出现的这个丈夫是非常依赖的 我们有时候会说这样的一个女性 可能是一个依赖型的人格 她其实没有发展出来一个成人自我 她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独立性 他们刚开始进入亲密关系的时候呢 也是一种非常配对的 就是非常配合的方向 但是你会发现啊 这个男性比女性大了十多岁之后呢 再到中年的时候 可能这个女性才三十七八 然后这个男性可能已经五十多岁了 他已经有一些老套老太隆终的样子了 这个时候他身体的这种体能啊 开始下降 所以这女性也他自己呢 也有一些成长 然后他慢慢的就会发现他需要更多的独立性 他不需要那么多的控制 你知道这个依赖背后呢 可能就会一定会有控制的部分 所以他需要更多的自主性 这个时候两个人就会发生冲突了 那关系就会发生变化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许会 这个男性呢 他这个父母自我的这个能量也不足了 他需要更多的去有他这个成人的部分 而女性如果他把这个孩童的部分放弃一部分 然后呢也发展出他这个成人自我的部分 那么两个人就可以继续往下走 这个关系就可以有发展 所以我觉得就是夫妻之间啊 亲密关系一定是要两个人共同成长的 去发展去拓展我们的疆界 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就是在两个人关系当中去创造这个创造力 那么这个亲密关系才会非常的有趣 才能够去抵御我们的平凡的生活 可以让两个人啊 就是走得更加的长远 那刚刚讲到了这样的一个关系的配对啊 那我们来看一看 在关系当中呢 我们会用到这个情感隔离 它其实是一种比较成熟的防御机制了 我们其实自己回想的话 一定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当中 可能都或多或少用到了这样的一个隔离的 这样的一个感受 比如说你的领导 然后当年心情非常不好 但是呢你要交一个报告给他 然后他看了这个报告以后呢 非常非常的恼火 然后吞了一下把这个报告甩给你 然后把你臭骂了一通 这个时候啊 如果你不使用这个情感隔离的话 你可能就会崩溃 你会懵了 甚至于你可能在他面前就会失态 你会嚎啕大哭 这就不是一个理性的职场人的反应 那如果你用了这个情感隔离的方式的话呢 你会发现啊 你可以保持一个镇静 甚至于你开始展开一个理性的合理化的思考 其实这个事情呢 不一定是我做的有那么糟糕 那么不好 他自己今天心情不好 因为我在走进他办公室之前 他的秘书就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说 今天老板的心情不是很好 你要小心一点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把这个东西进行一个区分 就是这个报告可能是有瑕疵的 但也不至于引发这么大的一个情绪反应 嘲笑我的这样的一个狂轰乱炸 所以这个时候你也会去反思这个部分 这个情感隔离就用得非常的好 所以呢 情感隔离它是有好处的 首先呢 我们有一些职业是非常需要这个情感隔离的 比如说医生律师 大家想一想啊 如果一个律师在开庭的时候 他为他的当事人的这些痛苦 被不公平的对待 非常非常的愤怒 然后呢 当时就被这个愤怒冲昏了头脑 你想一想 他怎么样去非常有理有据的 去为他的当事人去辩护呢 这个时候 他可能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情感用事 一当我们这个情感 就是冲上了头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口不择言 也许这样的一个辩论呢 就可能会造成一些逻辑上的漏洞 就给别人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攻击你的 这样的一个就是机会 所以作为律师是很需要情感隔离的 我们需要保持理性 那还有就是医生 我有遇到过一个医生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人际关系团体 在这个团体当中呢 有几个医生 他们就会说他们在工作当中是非常隔离的 因为他们每天都会面对这些生老病死 如果说他每天都会非常的悲伤 非常的抑郁 非常的愤怒 那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可能很容易就会被耗劫掉 他可能在这个单位就很难继续待下去 那另外呢 比如说一个医生 他在做手术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说 医生没办法给自己的亲人去做手术 他的医术再高明 有时候呢 他这个手术刀开下去的时候 也就带着这种非常恐惧 害怕 包括有非常多的焦虑的这个情感 这其实会影响他的临场发挥 所以说 医生呢 的确是很需要这样的一个冷静的 尤其是在我们遇到一些重大的灾害的情况下 比如我们的心理咨询师 要去到这个灾害现场去做一些危机干预的时候 我们自己如果被这样的一些灾难这种惨象所震撼 然后当时自己就是情感就崩溃了 那个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发挥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救助的功能 你很难去帮助到你需要去帮助的人 所以这个时候就很需要立即启动这样的一个情感隔离 那情感隔离呢 在我们生活当中 比如说遇到了一些重大的创伤事件 遇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些丧失 比如说亲人的离去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被这种巨大的痛苦所淹没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没办法去行使一些功能 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家里的这个长子 你需要去接待就是亲朋好友来调宴的亲朋好友 你还需要去准备很多的后事 然后料理这些后事因为非常繁琐 可能要去有非常多的流程 这是中国的一个传统一个礼节 也是对这个失去的人的一个交代吧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都需要走完这整个流程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够去垮掉 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这个老年人 他们在这个失去这个伴侣的时候啊 是非常非常崩溃的 比如说这个丈夫 然后突然的离世 这个妻子很难接受 你会看见啊 就是孩子会发现成年子女 会发现这个妈妈受到的打击 他完全就是一个崩溃的状态 已经下不了床了 所以你让这个妈妈再去处理这个后事的时候 这是的确是很困难的 所以这个时候那个情感隔离的孩子 他可以去充当这样的一个角色 可以去完成整个的流程 那让这样的一个过程完完完完完完善的 就完善之后你也不会心心里会有这样的一个遗憾了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可能我们还会有一些更重大的事情需要处理 我们需要暂时去放下这样的一些痛苦 然后避免那个被复兴的情绪所淹没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会去处在一个婴儿的状态 如果被这样的一些情绪所淹没的时候 我们就变成了一个需要被照顾的人 然后完全失去了一个成年人的这种自我功能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需要通过一些回避的方式 或者是就是隔离的方式 把这个痛苦先放在一边 先不去处理它 先不去触动它 其实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 我们一定有非常多的这种创伤的经历 比如说我最近有一个来访者 他讲到了他在12岁的时候 他的母亲是因为一场车祸突然的离世 那这个创伤呢 他就把它完全的隔离掉了 但是他没有去处理 经过了这么多年 然后到了这个30多岁的时候 因为一个突发的事件 触及到了那个痛处 然后就就是牵连出来了 早期的这个创伤的体验 所以那个痛苦当时你是隔离掉了 但是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处理的话 它其实会影响我们未来的生活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个好处的部分 它肯定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所以这个创伤的部分 或者是这个痛苦的 这种隔离的这个部分 是需要去把它重新去呈现出来的 那情感隔离 它会带来很多的负面的影响 首先我们隔离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隔离了所有的情感 它会让我们变得非常的 对情感是麻木的 不敏感的 那这个隔离背后呢 它不仅是隔离了痛苦的情感 其实也会隔离我们那个快乐的情感 所以就有点像倒洗澡水一样 你把那个洗澡水和孩子 那个好的东西都一起给倒掉了 所以有一些来访者 他是非常非常情感隔离的 但是他会告诉我说 我在我这一生当中好像感受不到快乐 我升职了 我就那一秒钟 然后就好像没什么了 我加薪了 我有了 发了奖金 我也不开心 我吃到好吃的东西 我也没有觉得开心 所以在我的生活当中 我没有任何快乐 大家看到 这就是一个情感隔离的 非常典型的例子 就是他隔离了痛苦的情感的同时 也隔离了快乐 所以我们是需要打开那个情感的通道的 这个部分 但是有些时候呢 我们会非常的恐惧 当我打开那个情感通道的时候 就像一个潘多拉的盒子一样 你揭开了那个盖子之后呢 你担心里面的那些魔鬼都会出来 那些好的不好的全部都放出来 你很担心你控制不住 便是有一些麻木 你也可以结婚 你也可以生孩子 你也可以去上班 但如果这个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之后 你的情绪情感崩溃了 你会发现 你所有的这种社会功能都丧失了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 是需要非常小心处理的 那如果那个创伤的部分呢 所以我们在咨询的过程当中 我也会非常小心翼翼 可能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关系 建立了非常长期稳定 让对方感觉到安全的时候 我们才会慢慢的 一点点的去触碰 因为在这个触碰的过程当中 他感觉到有一个人是理解他 看见他的这些悲伤抑郁痛苦 然后可以去支持到他 甚至他知道他身边是有人的 所以他才可以慢慢的去面对 那个痛苦的部分 我们怎么样去改变这样的一种情感隔离呢 通常的话呢 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去觉察 这样的一个情绪和情感 因为我们对于这个情绪情感 非常的隔离之后 它是很麻木的 所以说我们大多数时候是感受不到这个情感的 但是当我们去带着这个第三只眼 当我们在跟另外一个人发生冲突的时候 我们看到对方是很愤怒的 那我这个时候我去感受一下 我会不会也有一些愤怒的情感在这里 那我要去觉察这个部分 其实就带着一种反思 带着一种情感的这样的一个好奇和体验 去观察自己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情感的体验 我如果此时此刻 我有着这样的一些愤怒的情感 我把它表达出来 这对我们的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背后是不是除了愤怒之外 还有一些恐惧 我很害怕失去这种关系 那这个恐惧背后 我是不是还有一些焦虑 就是当我失控的时候 我会不会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 我会不会改变别人对我的这样的一些认可度 别人对我的认识 这样的话我的形象是不是全毁掉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还会有很多的焦虑 我会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我没有办法控制的 我无法去掌控它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要去分析 我是不是在此时此刻 也启动了这个情感隔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而我此刻呢 用了这样的一个模式 它给我带来了一些什么好处 可以让我很冷静的去跟它辩论 可以去跟它讲道理 但是呢又让我失去了什么 其实我是很愤怒的啊 我感觉到我被它攻击了 我觉得我自己的权力被侵害到了 我感觉到我自己很屈辱 我为什么那么的无能呢 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不能够去为自己而争取这些权利呢 所以你看看在此时此刻你失去了什么 所以有三点啊 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 你会使用情感隔离 比如说在亲人丧失的时候 你会使用情感隔离 在你跟妻子发生冲突的时候 你就马上跑了 你不愿意再去跟他去争论了 你可能使用了回避和情感隔离 那比如你面对你的父母的时候 你发现你父母啊 妈妈是一个情绪非常容易崩溃的人 他歇斯底里的时候 你感觉到内心是非常惊恐的 这个时候你也使用了情感隔离 你不让这个恐惧出来 那这是在什么情境下 那还有就是你去观察 在使用的频率上有多高 你是不是经常都是使用的情感隔离 你很少去用情感去表达 那在这个情感隔离当中 你要去看一看 他对我的人际关系有多大的影响 或许啊就是好处多于这个坏处 也许你还可以继续使用这个情感隔离 当通常来说的话 情感隔离这种方式要去灵活的使用 所以说他是可以使用的 但是你要去分场合 不是所有的场合都适合 用情感隔离 那最后呢就是我们需要去学会去表达你的情感 那我们来看一看啊 通常我们有哪些方式去表达我们的情感 情感表达我把它分为了四个层次 我为什么要把它 这样子用一个金字塔的形式呢 就是我们最低档的最原始的最不成熟的一种方式呢 就是通过躯体症状去表达我们的情感 比如说我们其实很多就是怒发冲冠 是不是用这样的一个躯体的方式去表达了你的情感呢 你愤怒 但是你看你的头发都竖起来了 还有说哎呀气得我心好痛啊 气得我心肝痛啊 大家看到没有 你的这个躯体反应是愤怒的表达 但是你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 还有就是我今天真的是气得非常的不舒服 我感觉到我胃痛啊 你你你去按住自己的肚子 这时候其实是你感觉到了有非常多的抑郁的情感 非常多的悲伤或者是很压抑的这些情感 都被挤压到了你的身体里面去 所以身体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反应 对于小孩子来说 他们最擅长用躯体症状的方式去表达情感 比如说一个小孩子 他父母非常的忙碌 不怎么关心他忽略他 这个孩子呢 他其实是无意识的啊 他就会经常生病 我们在意识层面也会说啊 这个因为这个孩子疏于照顾 所以呢就是他经常就会生病 比如感冒啊发烧啊 吃东西没吃好 然后腹泻等等 但实际上呢 小孩子会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去吸引父母的关注 这个时候呢 父母就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去照顾孩子 也会去有一些警觉 而下一次不能给他吃这么凉的东西了 下一次要把这个东西 要吃新鲜的东西 孩子才不会拉肚子啊等等 你看这个时候就会改变父母对他的模式 这实际上就是在关系层面 那包括就是厌食症 贪食症 这实际上呢 好像都跟我们的躯体是有关系的 在我们前面也讲过啊 但是呢 你看这个他后背后呢 也有着关系的层面 所以我们一切症状的表达都是可以去关联到这个关系的 那再往上一点呢 可以去用行动去表达 那比如说青春期的男孩 他们呢 就是表达愤怒的时候 我就去给你一圈 这个就是用行动在表达了 那用语言的小朋友 他不善于用语言去表达 我很喜欢你啊 我怎么喜欢你呢 哎呀 你那个脸粉嘟嘟的好可爱啊 我就想去掐你一下 我就很想去摸你一把 甚至于推你一下 这个过程呢 我们就会发现啊 孩子就在用行动去表达 他喜欢他 他开心的这样的一个表达 所以如果我们是做父母的话呢 你一定要去读懂孩子行为背后的心理意义 比如说这个孩子去偷妈妈的钱 那这个行动 你看他在建筑行动啊 这个行动背后是什么呢 也许他有一些东西没有被满足啊 他想要去买点零食 他想用这样的方式呢 去跟他的朋友建立关系 因为这样的话呢 他总是有一些好吃的 朋友们就很喜欢跟他玩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家长啊 就是要成为一个带有反思性的父母 永远要去尝试去理解这个行为 背后的心理动机 那包括我们在伴侣 在亲密关系当中也同样是这样 就他为什么要这样的方式对待我 你看他对他的同事很谦和的 对他的同事是很包容的 很和颜悦色的 为什么他对我如此的苛刻呢 他对我有什么样的期待 他希望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他 所以这样的一些反思 就会减少对方用行动去表达 他可能尝试会去用语言去跟你去交流 那我们在上一个档次就是 我们要去用语言去表达我们的情感 比如说 对于一个不太善于用语言去表达情感的人 而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化的水平 你就要尝试去帮助他去表达这样的一些情感 你可以告诉他说 我不知道啊 此时此刻是不是你有一些悲伤 你会不会感觉到有一些愤怒 我感觉到你是不是有一些委屈 然后你去帮助他把这样的一些情感 去非常的具体化 那么他会感觉到 哦 你好像很懂我 很理解我 其实因为你说的好像是可能 似乎是你也没有那么的确定 所以这个不确定 其实也给了一个空间 就对方也能看到你在尝试非常努力的去理解他 我们在做心理咨询的时候 也会给我们的来访者去命名那些情绪感受 所以帮助他去看见这些情绪 因为有时候我们来访者带着一堆的烦恼 就像一个毛线团一样 就裹在了一起乱糟糟的一团 所以我们呢 就是帮助他一条一条的去把它拆出来 然后他给他理顺了 他会发现哦 原来是这个情感 那个情感还有那个情感 我昨天那个来访者 我真的是非常的欣赏他 他自己说我做了一个复盘 因为我们在前面的咨询当中 他非常纠结 他怎么去跟他的母亲相处 然后他就把他自己和母亲的这样的一个情感 我们在前面就是讨论 其实也不是这么有条理的了 他做了一个总结 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种情感在里面 你想一想这个多么的复杂呀 所以作为一个女儿 她怎么去应对这样的一个妈妈呢 就是她有羞耻的感觉 那这种羞耻我们会通常会怎么去应对她 我会拒绝她对吧 但她又会可怜她 这个时候呢 其实她又很想去给予她一些东西 她又要用热情的方式 有时候呢 她又会拒绝 她同时呢 又有爱又有恨 就是爱恨情愁度在里面 所以你没有办法用一个行动 去处理这么多的情感 单单看清楚之后呢 她可以去接纳 有时候她是拒绝的 有时候她可以去表达愤怒的 所以用语言去表达 那最更高级的是呢 用艺术的形式去表达 当然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艺术细胞啊 然后我们可能没有绘画 没有音乐方面的天赋 但是如果你有这方面的一些灵感的话 包括你有去写日记啊 写作这样的一些灵感 你用艺术的方式去表达 其实那是一个升华 你不仅可以疗愈自己 还可以疗愈更多的人 可以让更多的人 从你的这个音乐绘画故事里面 去看到更多的一个蜕变 你的这样的一个转化 你的一些思考 所以这个部分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刚才看到啊 对于情感隔离呢 我们有这样的一些不好的部分 就是也有好的部分 它可以帮助我们按下载停键 应对生活当中更为重要的事情 可以让我们的职业保持我们的职业性 也可以让我们去有一个缓冲期 这是它的优点 当然它也有一些弊端了 它会让我们很难跟人建立 非常深的情感连接 会让我们的情感非常的麻木 没有办法体会到痛苦的同时 也失去了快乐的能力 那我们的情感呢 是需要表达的 所以我们首先要去观察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感 我们在什么时候是使用了情感隔离 它给我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处 那好处和就是给我带来的 这种糟糕的这些结果的话 我们相比较 我是不是需要去改变 那情感表达其实有四种层次 一个是躯体化 一个是行动化 一个是用言语化 最后一个是艺术化 那你可以去选择 用什么样的更适合的方式去表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